我们是拓勤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32年前 我们用以平均输入的方式 开始进口手机 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 投入韩国研发团队 创造了Gplus出来 就是我们的网路宣传 非常的主要 我们一定要去创造主持人 但是我们在创造的过程 我转悟家电最主要是因为 在6年前 我姐姐的费线盘 疑惑的是 她不抽烟 不炒菜 就突然咳嗽 就一检查 肺线来试气 医生重度怀疑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个时候在她家里 装了七八台的空气滤清器 那我是觉得空气滤清器很有效 那因为我本身以前是做手机 都是非常精密的 用心地去了解这个小家电 小的家电 在台湾的市场需求量就非常的大 就发现家电这个东西 技术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 主要都是一些电机的问题 那时候我一然决然就决定要做小家电 从早期我们开始做家电 是以空气清淫机为主 那空气清淫机接着之后是吸尘器 然后再来有我们的厨房家电 然后现在拓展到我们有饮水机 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家电产品 去丰富消费者的生活 我们致力于提供的产品是健康家电 让我们的生活加分 我们的产品非常注重产品的美学 让产品的本身不单单只是产品 它更是一个装饰品跟一个布置物 从产品的研发设计 还有后勤的维修服务 客服 对客户的问题的解决及关怀 我们全部不假手他人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流程 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明白 知道客户的需求 去解决客户生活中的不便利 及困扰的问题 针对RO桌上行顺热饮水机 这个产品的上市 它其实彻底改变 消费者在居家饮用时的使用习惯跟方式 第一它免安装插定就可以使用 第二它加入自来水 就可以过滤出一杯纯净的好水 第三它结合瞬间加热 有六种不同的温度可以选择 它可以满足家庭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 因为我们家对水其实蛮注意的啦 这台机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它RO水过滤出来之后 会再回补奖亚盖美 这几个矿物质回去 那就已经不是纯粹以前的RO的水 这个水是又健康又安全的水 在用了之后我发现真的非常方便 之前要准备很多的壶去装热水冷水 这样子做区分 那我现在一台机器全部都可以用 我们的设计理念一直都是走希望 就是我们的家电可以融入在消费者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在材质上的话 一直都是选用比较轻敷的 然后也是让消费者比较安心的材质 从早期就是一直秉持着一个精神啦 就是希望能够让消费者用合理的价格 去买到一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产品 无论是在产品的功能设定啊 外形的设计啊 甚至是到产品的测试上 我们都会一直不断询问身边所有友人的意见 那我们收集完这些反馈以后 我们产品部门才会去沟通跟不断的调整 那才会到最后的定案跟推出 那之所以这么反复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连我们自己都会想要用的产品 我们才会放心交到消费者手上 因为我们的策略是非常的灵活 我希望公司的发展不仅限于台湾 将来因为网络的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在东南亚东北亚 甚至欧美地方都能够看到Gplus的小家电 能够提供全世界的消费者使用 谢谢 谢谢你们今天辛苦了 Gplus在乎